嗨,大家好,我是大喜妈妈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缝扣子的小方法 原先缝扣子呢,都是跟缝衣服的缝布衣服那样往上缝的 今天这个呢,看这是我用新的方法来缝的 看不出缝的痕迹来,那是怎么缝的呢 首先说这个用线,用线呢,就是用了毛衣的原线 因为我这个毛衣的线呢,很粗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线破骨 本来是两骨的,本来是这样,它是两骨 那我就把它破开了,破成一骨 就这样破开就行了 就是我们在织毛衣的时候,剩下的那些小线头什么的 就可以用它来缝扣子 如果你的线细呢,你就可以直接用你的原线来缝就行了 找个针,这个针眼呢,要稍微大一点 前提是你的扣子呢,这个眼也要足够大 就是这样,把它摆平了 对着这个扣眼 把它做上记号扣,在这边,扣眼在这儿在这儿 然后这边呢,就做上记号扣,然后就可以定行位 定行位以后,这个线我们也不需要打结 我这是缝第一个是另起的线,如果是缝第二个呢 线够长就可以直接就这样往上走 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进针 然后这样,就像我们藏线头一样,把它藏过来 藏过来以后,把它拽拽,这个松紧度拽得合适 不要让它太紧,太紧了你容易把这个门金边就变形了 好,这就是我定的这个扣子的位置 好,这样拽齐了,也看不出来 然后呢,再把这个针穿过去 好,扣子呢,都顺着一个位置来走 那我走的是中间的这个上针这个位置 就把它从这儿出来线 好,再往上缝扣子就行了 数了函数,特别是最后一个就比较好找 一,二,三,四,五,五个 那我这边留的是不是合适 一,二,三,四,五 看,我就走的少了一个 好,上这儿来 位置要合适 然后就把扣子穿上就行了 穿上这样缝几道 缝这个扣子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你是什么样的线 有的羊绒线可能不是很结实 那你再掺上一股 平时缝衣服的线在里面也可以 好,走几道就可以了 它因为我这个线很结实 好,缝完了以后呢 我们也不要在这儿打结 也不要把它在这儿断线 我们继续让它往前走 像这边的呢 继续缝 缝到我们下一个扣子的位置 就比较合适 好 那我这个是最后一个 这是最上面一个呢 我可以把这个线图呢 就藏到这个顶毯这里面 就看不见了 好,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再断线 就行了 你看这个扣子缝的呢 一点也没有痕迹 在反面看不到你缝扣子的痕迹 这些线编着往上走呢 也挺好的 它也结实 就这样 扣子就缝来了 好 这也是一种缝扣子的小技巧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你就收藏吧